- 安东尼被老鹰对卖断之后度过了成亲戚,成为了自由球员,但是到目前为止,安东尼就没有与火箭堆签约。 - 根据之前的报道,火箭与安东尼之间达成一年240万美金的协议,双方将会签拥,不过目前成亲戚过后,安东尼在非洲进行公益活动,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不在美国,这就导致了双方之间尚未正式签拥,而对于其他球队而言,这就是一个去截胡的好机会。 - 根据Fox体育记者Anythingchamillion在推特上爆料,虽然安东尼已经决定去火箭,但他还是收到乐多支球队的邀约电话,包括76人,约火,胡人和开拓者,可见火箭若是不在短时间内签约安东尼,依旧有生变的可能性。 - 胡人就是其中的典型,在上赛季保罗乔治离开步行者时,公开宣称将会去到胡人,但是最终胡人没有表现出很积极的态度,而在今年休赛期,保罗乔治留守雷霆,胡人失去了组剑双核心的最好机会。 - 火箭今年休赛期的动作不小,接连得到几位汉将,在博强能测移实力之后,火箭最终得到了安东尼的加盟可能,若是最终安东尼能够加盟火箭,那么火箭的实力相对上赛季有所提升,依旧有可能去与勇士抗衡。 - 尽管安东尼在上赛季没有打出出色的表现,安东尼上赛季在常规赛场均得到16.2分5.8篮板1.3助攻,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新低水准,个人的效率也大幅,向华,但是不可否认安东尼依旧是联盟中出色的风险球员之一。 - 火箭队是分符合安东尼的打法,在封线上安东尼能够拥有绝对的球权,同时队内拥有保罗,哈登两大传球高手,安东尼能够得到众多的机会,有望在下赛季打出出色的表现。 - 同时,火箭的阵容实力,可以让他们去争夺冠军,这些实力都是目前其他球队难以给予的,因此想要截胡安东尼依旧有些不现实。 - 同时,火箭的阵容实力,可以让他们去争夺冠军。 - 同时,火箭的阵容实力,可以让他们去争夀。 - 同时,火箭的阵容实力,可以让他掌握线 Candid成。 - 火箭的阵容实力,可以让他们去争够。 - 火箭的阵容实力,可以让他们去争复尽, monkeys1个图形的图形道。 - 代表在大户阵容实力,可以让他们去争复中导。 - 此时,火箭的阵容实力,可以让他们去争复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